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它很小 只要用心灌溉就会开花结果 假如没有梦想 就像生活在荒凉的大漠一样 冷冷清清 没有活力 这次与非洲元通学校院童的交流活动 更让我认识了这一点 当我听到老师告诉我们将来自非洲 ACC元通学校的院童来我校时 我特别的兴奋 也十分好奇 提起非洲 在我脑海里就出现 各种各样的画面 炎热的沙漠 一望无际的草原 还有神秘末次的历史文化 哇 一连圈的问号 在我脑海中闪过 非洲应该很热吧 非洲人应该有着黑黑的皮肤 白白的牙齿 还顶着一根爆炸头发 他们是不是有着如同炎热气候一般的火热性格呢 想到这些 我就迫不及待了想要看到他们了 终于到了见面的时刻 果然这些来自非洲ACC元通学校的院童 就像我想江东东一样 一见面 一张张笑脸 外加热情的招索 让我感受到来自非洲人民的热情 整个大礼堂里坐无虚席 大家都期待着他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四位来自非洲的大哥哥们 一开口就让我们大吃一惊 一口流利的华语 一手手耳熟能像的古诗和华人家喻户晓的地址灰 竟然从那一个个顶着卷毛头长着又黑皮肤的吹头同学嘴里蹦出来 真的让大家瞠目结舌 不由得对他们精彩表演 发与最热烈的掌声 接着精湛的中国武术表演 动听的英语歌曲连唱 更是让大家对他们所学的本领就增加了一层好奇之心 我很幸运 节目结束之后 作为一名小记者 采访了其中一位叫阿东的院童 这场采访毫无国际的隔阂 也毫无语言的障碍 虽然时间不长 却让我终身难忘 他告诉我 他出生在一个非洲的穷母家庭里 他爸爸在他二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妈妈为了养活一家 升级素质 可是还是无法护担起家里的支出 幸好 他被送到了免费的非洲ACC原东学校求学 来到了新的学校 对于阿东来说 是改变他一生的转业点 在他进入非洲ACC原东学校之前 学生的课室 也知乎我们学生的课室 差不多一样大 但居然又容纳一百多个学生 教室里没有桌子和椅子 大家都坐在地上 五六个人只能共用一根旧课本 大家想一想 在炎日的天气 在一间小教室里要容纳一百个学生学习 这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呢 更艰苦的是 他们经常只可以吃两餐 有时候饿了连走去学校的利息都没有 他还告诉我 他们那里70%的人口 每天的收入少过新币两块半 而25%的孤孩子都是孤儿 所以当他走进ACC原东学校之后 他就安安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 为马拉威人民治病救医 带来更大的方便 正是因为有人梦想 他每天付出比别的孩子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刚开始念华语时 真的就像是画画一般 只能通过认字样来帮助记忆 后来慢慢通过拼音笔画的练习 开始加快认字的速度 不认识的字只能用弦音来帮助记忆 为了不让自己把华语和英语混淆在一起 阿东规定自己每天多读30页的华文书与英语读物 增加自己的阅读量 当然 在学习的过程中 华语 英语 母语 数学 科学 历史 地理等 每天多门课的学习 有时候真的让人闯不过气 他也想过来放弃的时候 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的梦想 就会又一次突起勇气 带着梦想咬牙坚持 说到这里 阿东很认真的对我说 书山有路情为尽 雪海无涯苦作舟 没有不劳获得成功 不是吗 我被他的话震惊到了 眼前这个身材销瘦的非洲大男孩 让我有些惭愧 他的生活 学习环境 与我们相比 真的是天壤之别 然而整个采访过程中 我没有听到为命运不公的指责 更多的是感受那份执着 那份拼搏 及他对梦想的孜肢追求 看着阿东脸上的热忱 我不禁问自己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如果我有机会 我也想向世人 展示我的娴熟的钢琴技巧 让大家感受到音乐的感染力 如果我有机会 我也想向世人 介绍我生活的国家 新加坡的人文 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个国家的魅力 如果我有机会 我要把华文 推广到整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了解 华文的博大精深 梦想是人生前期的行标 只有有了梦想 才会有追求 才会有人生奋斗的目标 让我们和非洲学生一起 用自己的执着与努力 去触摸梦想的天空 与梦想一起启航 请不吝点赞订阅